想一次备份手机里所有的资料吗 就拍iClips上场吧 首先在首页打开牙果选单 选择一键备份功能 接着按下备份按钮 第一次使用时会显示备份设定 选择是否备份iCloud相片图库 是否要根据相簿建立相对应的资料夹 是否将已备份的相片移至最近删除相簿里 确定后按下开始备份 让iClips处理后面的步骤就行了 iClips 懒人备份的最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